因為我騙你們喔 真的話很多 好 下一位是Louis劉 OK 可以開始了嗎 我還自備計時器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是Nokia N900的露出劑 那什麼露出劑呢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Nokia有派Showgirl來 當然露出的不是他 不要想太多 露出什麼 露出就是曝光 這是攝影名詞 然後露出劑就是曝光錶 這樣我講一講可能兩分鐘可以 好 其實一個手持的側光錶很重要 玩攝影的都知道一些比較特殊的場景 或者是你拍的物體是白色或黑色的 那麼你的相機的側光錶有可能會被騙 因為它是黑白的 而且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都知道片幅越大越好 然後5D嘛 大家想說什麼全片幅很大 其實全片幅很小 右下有一個4x5的片幅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6x7CM的片幅 然後當然越大越好嘛 但是這些大片幅 通常都沒有內建的側光錶 所以我需要一個手持的側光錶來使用它們 然後就想說有了N900買來手機 N900很強啊很厲害啊可以寫程式 所以就喜歡寫一些程式來跑 然後第一個想到怎麼做側光錶呢 就是使用手機內建的相機來取樣資料 然後把畫面拍下來做些場景的分析啊 先事先建立一個資料庫 裡面儲存很多很多種照片 那我拍出來的照片 就在資料庫去做比對 然後我就可以輕鬆的算 輕鬆的算出一些核適的曝光值 然後也不會被一些剛才說的特殊場景被騙 因為它會做判斷 但是其實這種人家已經做過了 15年前做過 然後我沒有錢買專利啊 沒有錢去請律師幫我告啊 你看我用的產品用的很多 然後我希望你不要告我這樣 於是再想另外一個方法 N900為了調整整個環境的照明 所以它有設計一個照度計在一個角落 然後它會根據環境的亮度來調整螢幕的亮度 好 所以我想說利用這個東西來設計測光表 然後因為N900裡面是一個真正的Linux作業系統 於是就可以很簡單去讀到那個Sensor的值 然後Wikipedia很nice有一堆公式 然後我就可以從它讀到的照 接受光線的照度可以去推算出 對方物體的灰度 然後知道照度和灰度 然後再套出一堆公式 就是相機用的EV值 好很複雜 我們可以去看自己去查Wiki 那麼從這些公式推出來 再知道ISO 巴拉巴拉的東西之後 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機 變成一個測光表 欸N900超好開發的 不用close compiler 不用什麼拖線 就要接SSH進去手機 然後用VRM 對可以裝VRM 裝了Python啊 GTK 一個晚上幾個小時就全部KO了 當然然後我有對照組嘛 拿N900和現在很出名的什麼相機FN2做對照 做反射式測光表 反射式就是這樣測量目標 然後誤差非常小 但是N900它機構上有缺點 我不知道它瞄準的目標到底是哪裡 它沒有一個finder 好反射式不能做 那我就做入射式 入射式就是拿到目標前面去偵測 它所接受的亮光 但是問題來了 我發現數值有時候會飄來飄去 後來研究了很久才發現N900它的機構 這是我在上廁所時發現 因為有時候燈光在後面 這樣很亮 螢幕會亮 然後稍微轉一下 被我身體擋住 它偵測不到燈光 螢幕就暗了 因為它的機構關係 所以只能偵測到直接射進去的光線 它不像一般的側光表 外面還蓋著一個蓋子 所以最後的解決方法 我還是買了一個30年的中古側光表 老東西還是很好用 這是Minota的側光表 當然我們知道 後來Minota被Konica買走 Konica Minota又被Sony買走 然後Nokia當然我們知道它很慘 我很衰 我用了什麼3CC產品 那家公司都會倒楣 但是Minota這支側光表 用了30年都還要用Nokia M900 現在如何 未來如何 大家都知道它也很慘 反正Anyway 3CC嘛 好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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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